有文献资料的显示呢 国内外的新冠核酸监测 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复养率 这事实上我们发现 复养或者复发的新冠的康复者 其实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群的感染或者传染 对这些复养的人群进行了研究 一是直接那个口烟设置 鼻烟设置和钢设置进行病毒的培养 复养的人群拿了这个标本做病毒培养 结果却没有发现病毒有阳性 第二个呢 对复养的这种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的测序 也没有发现完整的病毒的序列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叫死病毒 所以它就没有传染性的 那么国内外的研究 其实是一致的 我们国家卫健委发布了 第九版的新冠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 跟上面的第八版相比 有关的条款和要求 其实是更加科学了 包括现在要求解除隔离或者出院标准 调整为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监测 我们有两个基因 一个叫N基因 一个叫O基因 它这个均在这35以上 间隔24小时以上的两次监测 出院以后 只要求7天的居家的健康 这个是监测不需要 这个是隔离的来取消出院以后的复诊 也是基于大量的科学的研究的数据 以及临床时间的这个是总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讲是安全的